在这个档案编号为16924号的画面中 那个被中国人和外国人簇拥的老人 是风烛残年的李鸿章 这个几乎是当时中华帝国中流砥柱的老人 步履蹒跚恰是国运衰败的象征 这张照片可以肯定的说 是由一个外国人所拍摄 虽然它有戊戌变法中的政治变革者 被政府处决和处决在义和团运动中 支持骚乱的政府官员等不同版本的文字说明 但是照片静静的那个饶有兴趣的观看行刑的外国人 已经足以使这张旧照具备了深刻的历史含义 这种影响更令人白胆交集 西方列强在政治和经济上对中华帝国冲击 所引起的复杂情绪 使这个国家陷入了打开国门 还是更严密的关闭国门的两难禁闭 在整个帝国思维混乱的日子里 穿着奇特的义和团和在攻击下几乎成了一片废墟的外国使馆里 架起火炮抵抗的洋人 形成当时中华帝国政治心态最生动的图结 在签订了最耻辱的合约之后 1902年初春 琉璃的太后和皇帝回到了京城 正阳门的城楼已不知去假